继续关心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 北京知名维权人士胡佳最近再次遭到中共当局的软禁 为了限制胡佳外出 国安人员甚至采取暴力手段攻击胡佳 据胡佳说 自今年9月份开始 中共对他不定时软禁几乎没有中断过 12月14号上午10点多 胡佳有约外出 被长期监视他的中共便衣拦在公寓楼下 为了阻拦胡佳出行 为首的通州国保支队总支队长苏立军等人 对他采取了暴力攻击 这一幕正好被与胡佳通电话的路透社记者听到 成为了有力的证人 胡佳告诉记者 18大前后 他一直遭到中共当局不定时的软禁 原本要参加文革受难者李久莲35周年的祭典 但已经无法成行 胡佳说 举办李久莲祭典活动的朱易 在一天前就被警方带走 在胡佳被软禁期间 警方甚至不允许他外出购买食物 使他不得不靠酱油泡饭填饱肚子 幸亏文讯而来的网友送去了蔬菜 解决了他的生存危机 胡佳无奈地表示 但是 眼看就要过年了 他不知道这次的软禁又将持续多久 什么时候才能重获自由 新唐人记者陈汉 萧宇采访报道 还是很严重的 他 例文农助 黄� scientist 细技快乐 グッド 我